夏天到了用電量飆升 这个缺电议题也再度浮上台面 能源署统计去年的用电量 以工业用电为大宗 占整体大约5成5 其次是住宅用电 至于发电的来源 占比最高的是燃煤发电达到4成2 燃气也达到3成9 再生能源只有不到一成 能源署也喊话 目标是在两年之内 希望把再生能源发电的占比提升到两成 回到家第一件事 先开灯再开冷气 几乎已经成了SOP 民众生活几乎无时无刻都会用到电 根据能源署统计 去年全台总用电量2765.2亿度 其中工业用最多占55.3% 其次是住宅用电18.6% 第三名是服务业占17.5% 到2030年以前 我想我们要以比现在要多准备 大概12%到13%的电量 来供我们相关的AI产业 以及半导体产业来使用 因应AI产业飞速成长 五年内AI产业用电需求暴增200千瓦 但供电量是否跟得上 去年全台依旧以燃煤发电为大宗 占42.2% 燃气颈椎在后占39.5% 再生能源只占9.5% 能源署喊话要在两年后 把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高到20%以上 我觉得它做不到 我觉得它两成做不到 但问题是你现在做不到的情况底下 然后你要维持供电稳定 那你只好增加火力发电的占比 学者对再生能源的成长速度并不乐观 而目前核二干除设施有望解套 是否代表核二厂有机会再研议 有关核二厂是不是能够纳入 我想这个还要看立法院的一个讨论 对核能的态度依然是近而远之 能源署发展绿电同时 严厉推以气减煤 能否足够因应民生和产业用电需求 全民都等着看 记者林圣杰 肖瑞生 台北报道